主席 由院长 行政院 陈院长 以及所有部会的官员 各位委员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让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台湾的贫富差距创十年的新高 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民众领不到平均的薪资 当然也有资讯业 金融业 甚至于其他某些行业薪资非常的高 但一般民生消费的薪资都很低 有的富豪坐有好几亿上亿元的豪宅好几栋 那但是也有辛苦的底层民众 只租得起不到两平大的郭居窄房 郭居跟豪宅形成强烈的对比 贫富的差距那一条线将一个台湾分别为截然两个不同的世界 请问蔡英文总统跟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是不是有真心或者是想要解决相关的问题 而根据主计总统公布的调查报告 不管是极尼系数还是GDP的分配趋势都出现所得结构严重的落差 而106年以后我国极尼系数从0.337逐年增加到111年的0.342 而五等分位差距的倍数则由06.07被增加至111年的6.15 去年薪资的平均前20的家庭跟后20的家庭相差将近188万 也就是每个月差了15万7千元 而这样子所得差距的分配不均扩大的一个趋势 曾如主计长所言分配不均的问题政府的责任最大 但是政府却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只是让它恶化 台大研究更显示51%的台大学生是来自前20%所得最高的家庭 妇人把小孩送进台大是穷人小孩几率的六倍 而这样子循环下恐怕有钱就越有钱而没钱就越穷 对于贫富差距的扩大 本席认为职任党跟政府一定要好好来思考 除了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 更要改善税制 让高所得者多缴税 让政府有足够的税收运用于社会福利 尤其应该检讨中所税里面 高所得者才能享受的分摊磕税项目 所以在这个部分要请政府好好思考 谢谢